别的战机都是烧油的 这款战机却是烧煤的 更离谱的是 当其他飞机还在用螺旋桨飘来飘去的时候 这款飞机已经使用上冲压喷气式发动机 并且在考虑如何突破因素了 它便是德国的末日战斗机P.13A 这款飞机不但动力奇葩 造型也相当奇特 猛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残缺的尾翼 但它确实又是一架完整的有作战能力的战机 后来还成为了达索幻影系列和萨博35系列的设计基础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 德国的烧煤战机 烧油发动机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德国为什么要研究烧煤的发动机 其实这也是德国的无奈之举 军队实在太缺油了 1944年德国在战场上一败再败 别说进军高加索油田了 罗马尼亚油田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而德国的许多武器装备 诸如虎式坦克等又是出了名的油老虎 于是德军只能在维持现有燃料开销的情况下 尽量研究使用其他能源的武器 为此空气动力学先驱 著名武器设计师亚历山大利皮斯 专门设计出了一款用煤做燃料的特殊三角翼飞机 P.13A 这款飞机看上去十分的奇怪 它没有当时飞机普遍使用的活塞式引擎和螺旋桨 而是采用了并不是很成熟的喷气式设计 飞机还舍弃了平直翼 采用了大面积的三角翼 三角翼的前方 是一个看上去像接口的飞机进其道 一条长长的尾翼贯穿了整个机身 驾驶舱就直接装在了尾翼上面 若不是利皮斯设计师说它是飞机 人们肯定认为这就是个半成品 或者飞机零部件 利皮斯为什么要搞这种设计 烧煤战精再加上这种造型真的可以飞起来吗 其实P.13A只是利皮斯设计过诸多飞机中的一个 它最成功的设计当初M1-163 P13.A就大量使用了这款飞机的设计经验 M1-163是第一架平飞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有人驾驶飞机 它使用的是液体火线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有两个燃烧室 包括启动燃烧室和巡航燃烧室通过液体推进器的燃烧 为飞机提供强劲的动力 在大家都在使用火塞发动机 并用航空燃油当燃料的时代 这种火箭发动机无疑是动力系统的一大突破 也挤发着设计师去开发新概念 而不是居于固有形式 比如飞机不一定非要用燃油和推进器 用煤一样可以 1942年利皮士仍在研究M1-163时 提出了开发一种后略三角翼飞机的构想 他认为传统飞机的平直翼空气阻力较大 不利于高速飞行 反而是三角翼有可能帮助飞机突破因素 在1943到1944年的P.11轰炸机项目开发中 他构思了一种空心三角翼 其内部形状像冲压式喷气发动机管道的设计 按照设想 这种飞机将通过弹射器或助推火箭 达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的运行速度 在高空中 飞机会依靠强大动力和特殊的气动布局达到超音速 缺点是飞机无法携带任何武器 它的机身将得到大力加强 以撞击作为攻击手段 一批是最初设想该飞机为一次性机器 飞行员在任务完成时跳伞 后来又给飞机增加了着陆翘 视频的中间 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好运连连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1944年秋天 丽皮斯在维也纳航空研究所 开设了自己的研发办公室 与梅赛施密特的数学家赫尔曼·贝尔伯木一起开发 最开始他设计的飞机计划使用常规一体燃料 这种设计被称为P.12 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 德军此时太缺油 再加上丽皮斯开始相信 固体燃料对短时高速飞行的好处 于是他在后续设计中 采用了固体燃料 该型号被称为P.13 两种型号的设计随后同时进行 P.12是一个高度厚略的三角翼设计 有一个突出的机头进气口 突起了驾驶舱坐舱盖和单尾翼 机翼中心部分是空心的 与驾驶舱两侧的空气管道 通向一个构成冲压发动机的大空枪 发动机通过后方的一个宽喷嘴排气 上方和下方带有控制机翼 在后来的更新中 飞机使用了一个几乎与机翼一样大的后尾翼 尾翼前部直接囊括了飞行员驾驶舱 P.13结构与P.12大致相同 也经历了与P.12相同的形式变化 丽皮斯在设计图中 展示了大型尾翼和一体式升高驾驶舱 以及脚尖式的着陆滑桥 飞机的机翼可以向上折叠 以便通过铁路运输 关于动力系统 丽皮斯决定使用煤 因为德国盛产优质煤且储量丰富 它们给飞机烧的煤 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见到的那种煤块 而是将煤块研磨成均匀小颗粒的煤粉 使其燃烧的更快更彻底 一皮斯还认为 煤粉可能比液体燃料更有效 因为固体燃料 不会因飞机的运动而四处流淌 燃烧更稳定 且燃烧位置可以精准控制 最初有人提议使用一个金属网栏 里面装上鹤煤颗粒 放置在内部气流的下方 燃烧的煤会释放出一氧化碳 与下游的上部气流混合并燃烧 事实证明 这种安排效率低下 后来它们又开发了一种 绕垂直轴旋转的圆形网栏 作为燃烧式的核心 飞机飞行时 气流经过内置的管性减速加压后 在后部与点燃的煤粉混合 燃烧由发火的煤气装置点燃 气流经过燃烧式后 变成高温高压气体 最后通过尾喷管喷出 获得推力 燃烧式的核心热排气 将与较冷的旁路空气混合 以提升热力学效应 除了使用煤粉外 其他燃料也被认为很有前途 比如烟煤或浸在油和石蜡中的松木 它们也能够产生可燃蒸气 带动飞机高速飞行 1944年 P12和P13的模型 在维也纳附近的磁皮测宝机场 成功进行了测试 其中P13A已经达到 可以进行空气动力学试验的阶段 利皮士随后造了一架 6.7米翼展的滑翔机 进气口和排气口都采用整流罩 被称为DM1 除此之外 利皮士还在1944年12月 搞了一个类似于P11设计的P13B 该设计保留了P13A的锐角后掠角 核弹旋转燃烧器的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 被视为是P13A的改进型 后来苏联人抵达了维也纳 利皮士不得不中断风动测试 并逃离此处 据称此时利皮士已经对烧煤飞机失去了兴趣 之所以还保留着该项目 是为了留住达姆施塔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学生 防止他们被征兆参加毫无希望的战争 战争结束时 已造出的DM1被美军俘获 美军令利皮士的团队完成滑翔机的剩余设计 然后将其运往美国进行试飞 根据美国的说法 他们对这款飞机的研究经验 被纳入了50年代以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飞机研究中 当然P13A的剩余价值还不止这些 参与该项目的数学家贝尔伯姆 战后又参加了法国空气动力学 与开发研究所B1的研究 并在1952到1970年威律点萨伯公司工作 他在P13A中掌握的三角翼技术 成为了达索幻影系列和萨伯35Tricon设计的基础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